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星期二 《毓民會客室》 永遠食力簡炳池 《毓民會客室》 今集的嘉賓是我偶像 也經常召喚我 這就是簡炳池先生 不過我原本不接受你的訪問 不然你這樣對我 所以… 我對你很恭敬 我也很嚇唬 很開心 因為我接受那些有名望 當然 像《國家地理頻道》 《金融時報》 永遠食力簡炳池 下星期二晚10時 《毓民會客室》 myradio.hk 千萬別錯過 但你呢 Y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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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因為我永遠幻想到一件事 如果因為我沒有堅持去勸他 而他真的這樣死了的話 我就後悔一輩子 正路離計 正路離計 就… 你不用任由他 關什麼事 你自己拿來 還恨衰落 但我在想不行 就是這條人命來的 我如果不堅持 他不讓我冤枉 不要緊 他就算讓我冤枉 他老婆真的救醒 然後他就來研究我 說我這個 神棍這個 什麼都好 都不要緊 最重要是救回他 OK 為什麼呢 因為他真的有帶齊全家來看我冤枉 他有支持 是啊 他支持都不要緊 他們兩公共有個channel 都有幾千人 他們一向是做一些賣賣的生意 他有推介我冤枉 是 誰知我一說 他立刻 多謝多謝仁國 行了 那我立刻安排 安排羅華斯伯上醫院 去做些事 其實上去的時候 我想講一些體會給大家聽 首先姑娘 刀串串地 然後我就跟他先生說 可能要清一下 清一下裡面的人 如果不是姑娘不讓我們進去 照清一下 照進去 當時劉華斯伯 他帶著一些符 之前我給他所有資料 帶著一些符 因為一開始說 給錢人抹字 都不肯給那個中數 那個中數不給 又說聽人家說 又不可以給 不然怎麼辦 我本身也算了 我說斯伯 不要緊 他找不到 我亦都不敢說 他不信 而不給 因為我怕 真的說了不信 斯伯不夠他 那我就說 沒有 他忘記了 但是他正在找 然後 我正在做事 我已經很忙 但是不行 我還是要 我說 我說 什麼山 你真的要給 大哥 你不給 你後悔一輩 我又後悔一輩 說真的 你自己問心想一下 我今時今日自己做到過這樣的位置 我會不會 無端端拿自己的名字出來 交票 你想都想到 大哥 還有你們 老實說 你們又不是什麼命人 我做什麼 要做這些事情來巴結你 是不是 你想都想都 八思不得其解 這樣各樣 也不是騙錢 騙錢不要緊 如果騙錢 我給他們斬頭 我已經說 人家沒有問的 人家沒有懷疑你的 我自己先說 好了 接著 我說 你不要再想那麼多 你給我 你當我求你 OK 好了 他真的給了 我照給劉華斯吧 然後整好 接著 上醫院幫他做 我已經害怕了 糟了 會不會有很大的動作 那些姑娘會說呢 我也害怕的 我跟劉華斯說 做過幾次了 那些姑娘真的 眼睜著 我們就當他們 抹身 拉上簾 在裏面要消負 我有拉簾 拉完簾 那個姑娘 她說她要看著這部機 因為其實我們這個案子不同 我這個案子 第一 她真的現在危險狀態 隨時拜拜 所以要看著 要特別看著 而且她出了新聞 很多人主持著她 那些姑娘對她很緊張 因為怕有記者 好了 因為一定看著 因為全世界的記者 她都怕她醫療失誤 那些 所以安全 那些姑娘 拉上去 然後 師伯說不用管她 她又不是有什麼大動作 原來除了掃她 要掃她 還有她自己 摔兩下地 我多怕她要燒 因為不能燒 然後她帶了她媽媽到街 叫媽媽幫忙做些東西 然後晚上她老公就入了七星光 然後 然後我有問過她們 我開用會問她們 然後她說 要等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內 就醒不醒都要告訴我們阿斯伯 那我現在 即是我也有 大家祝福一下她 是的 就是這個帖子 那你見到 就剛剛她們 整個家人 就是看完她無效 跟我坐在那張照片 就出事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 她還要這樣 我去到我也有點感動 她的先生 是跟她老婆說 她這樣瘋了眼睛 剩下一個鼻子 她掩著她的頭 她說媽媽 阿無俠阿達人 她來了探望你 接著 即是她老公說了一句 即是令到我都幾感動 她說 你不是說如果有第二集 一定要看的 你起床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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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呀 我開了 你醒醒了 快點醒醒 養好身體看 你醒得來差不多 即是 這些對於我來說 原來無俠 除了救狗之外 是救了人 即是有一件事 是可以令到 她是很好 很專注這件事 就幾天而已 因為幸好她現在 我告訴你 她未夠七天 如果她過了七天 醫療她就比較難一點 因為 但也不是醫療不到 因為現在她應該 我感覺到她 即是憑我感覺 是她前世的東西 現在她撞到 撞到不肯洗的東西 很年輕 很年輕 只是沙水頭而已 幸好你差不多一年多 不是吧 對呀 從來很英俊 很英俊 很英俊 你三個子女 現在的科學很昇明 所以我是 真的很希望她起床 對我來說 真的無合實 發生了太多事情 好了可以翻出來了 麻煩你 你只是釣魚就行 這件事 令到我覺得 現在 入了這個門派 是有點使命感的 無時無刻 一有些事發生 我都會想起這個門派 包括我人生 有些低潮 我自然都去WeChat我師傅 其實說真的 我不知為何我會找她 因為她第一 她跟我聊天又不是太多的 是 但是不知為何 我好像不知找誰 就會WeChat 吻兩句 然後收線 但其實她對那件事 是沒有理解的 即她未必知道 我現在發生了什麼事 但她又回答我的嘴 你知道為什麼 我師傅 即是你師傅 她有六通 是你一講頭 她就這樣知道 其實我告訴你她在馬來西亞 跟六通權有沒有關係 當然不是 不是那些 即是她有個神通 好像現在我這樣 我在香港 她在馬來西亞 你以為我在做什麼 搞什麼 你猜她知不知道 她全部都知道 有時候我那些事 她已經跟我說了 叫我做什麼 做什麼 安排了做什麼 那我就想了一件事 你又不是發生我隔離 你應該會知道我這麼多東西 是不是 原來她不難她都知道 她說你是我的徒弟 你有什麼言人舉止所做的事 都跟零三公影響到她 你不要說死 阿彩來做那麼多壞事 師傅應該會知道 她知道 所以叫我們要多多保護她 為什麼 因為我被人嚇 你寫符又沒有寫 寫不夠 要自己吃 明天都沒有 連問人拿都要叫我問 她不好意思 連連問人拿都要叫我問 大哥 我已經廢了 有人比我更廢 但你知不知道 那些師兄弟 每個人是對你們好的 我知道 因為知道你們這麼辛苦 一句出聲 我出聲的 我說你們兩個都不知道 其實有很多師姐 都有打電話給我 你敢不敢 跟你寫 跟你寫完 因為為什麼知道你 你知不知道 有一天第一天生氣我 做什麼 他說 你不是給我的答案 我說不是 高sir給我的 不是我給的 你聽我先說 他說你給點來 沒有 吃光了 我不是這樣的 我是說 應該是更壞 我是說 那些東西是否可以給我 然後你說 不是 人家全部寫給我的 人家是寫給我的 然後 他說 不要緊 我撕寫給你 他說 那你要撕寫 我不要 其實我是故意的 特意 我怎麼會看著你不能吃 但是我又會玩他的 首先你那些東西都沒吃完 你問我拿你的 其實是一樣 你們兩個 我們經常 那二十幾個師兄弟 他們已經全部都被他背了 你都不三心 所以我會請他們吃飯 但彩莉呢 但彩莉他們都要請的 你請燒東西吃 我請打火鍋 打火鍋 你吃真的 我怎麼打火鍋 我自己一個鍋都打 他自己打 我不是請你們打 他的意思是 不是啊 我們不會這樣的 你請我們吃肉 那你也有罪孽 那不如大家一起吃齋 全齋鹽 全齋鹽 不用了 你不用請了 你那份我請了 你只坐在那裡吃糞便了 表演吃糞便給我看 OK 好 那就 講完 剛才說什麼 好媽媽那裡之後 希望他盡快醒來 不要玩了 好 那第二件事 就是講回 剛才高sir 回來 他講完他那些 叫做鬼故 OK 你想要猛鬼一點 還有 那當然要猛鬼一點 你不是犯 OK 你那個 我一開始 以為你是想有些 想教育一下 那些 你 如果教育 就告訴你 如果你們發覺有什麼 不妥的 你去找什麼師父 都好 你要講清楚 你要問什麼 還有做什麼 你 你經常當師父是神 那我來 你當然知道我發生什麼事 不知道我幹嘛問你 你不要拿著這件事 因為我們都要問我們的師公 因為我們都不是神 那你叫我問什麼 就問什麼 你家裡發生那麼多事 我怎麼知道你問什麼 老公有 老婆有 兒子有 或者你媽媽 我們對於顧客這方面 說到現在一刻為止很圓 但我不想整個節目為了你顧客 好 不再說 如果你以後提出不了你的問題 你先過 想清楚再回來 OK 這樣吧 那好吧 好 那說回那些 見鬼故 我聽說我有個師姐 靈了東西 你的師姐 是啊 有個師姐說中了東西 你的師姐 但我看到那個師姐中了東西 好像陽光氣息很開心 不是的 那不是中了東西一定是低層的嗎 不是的 不是他上次中完東西都是什麼 我經常中了東西 你一個人嘻嘻嘻嘻和中了東西 有沒有衝突的呢 有 不是的沒有的 沒有的嗎 像上次這樣 我有個求助人打電話給我 我就問他 那些所有 你什麼事 你都知道 我問得很清楚 由他發生事 都會有什麼 我只要中了抗中了東西 跟著 我都未收線 我的腰骨已經痛了 那痛就痛了 跟著 說完之後 收線 我就叫他約他星期日 當然是上去神盤我解決 是不是 那收線之後 跟著我的腰骨 起不了身了 跟著就痛了 那我就知道那些東西 我的頭又轉了 那我就知道那些東西 射了在我那裏 我做駕倆 那我就試一下 看看你這麼聰明 看看我能不能 因為我本身跟他都挺友好 所以有些東西都射了在我那裏 那一陣子 所以我都黑的 那一陣子 痛了之後 我就熬了兩天 跟著那些人就叫我看醫生 鐵打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事 到後來 我兩天 我沒有吃 我有破鋼符 也有那些保護自身的符 我一條都不吃 熬了兩天之後 OK了 沒問題了 都可以走 為什麼要這樣熬呢 就動它 你一個人 你知不知 我們去看有沒有打拳賽 打泰拳的 你再打人之前 你要懂得鞋打的 我只知道他打不打死我才行 如果他真的打到我 真的不好的時候 我才吃 那到最後 我熬得住 但是我坐下就起不了身 起了身就坐不回落下 跟著我最後 我跑去神壇 就是給人給我尿兩尿 我都不吃 我給他們尿兩尿 一尿了之後 我的神壇我打關頭 本來我的腰骨真的不能動 在那裡打前 跟著做個setup 我的腰骨不行 做了五十下 即是明明這些 即是明明這些東西 本來是真的 經過高sir把我講完 我都覺得有點流流的 整件事 我自己都覺得流 我自己都覺得流 打關頭這樣 真的 那當日在神壇裡面 有外人 還有自己的師兄弟 看到 他們看到 嘩 什麼真的這麼神奇 那我不是神奇 是你們 幫我清了背部的東西 搞得到我 我就起來 就是幫你做那個 他都說 嘩 真是這麼神奇 他自己都不知道 不是啊 他都覺得神奇 為什麼他覺得神奇 他沒試過 嘩 真是這麼神奇 有些人說 你又說師傅 你自己要坐椅子 打我是人 我吃飯 我不是吃香 如果我吃完薯辣粥 可能不用坐椅子 對不對 對嗎 對嗎 好 幸好我只能夠 我覺得 聽完高Sir這樣說 我只是覺得 這個門派 有我和蔡莉加入 是想吃不少的 為什麼呢 可以平衡到高Sir 那種浮誇的意見 你說我浮誇 我們要平衡一下 這件事啊 大哥 OK的 應該平衡到的 為什麼呢 你未曾親力過 你就說我迷信 對不對 對嗎 不是我親力其實已經過 我也是知道 但我們是要 宣揚給這些傢伙聽的時候 我們是要 其實OK的 你用回你的手法 我們會平衡到後面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 你流口水 可以盡情放任都可以了 那就是一件事 前那個禮拜 又有求助人 進去神探 那些猛鬼的東西 先聽聽 你那些傻家猛鬼的東西 猛鬼的東西 那些求助人這麼流 他們這些東西 好像求助人那樣 做幾個經典的 旁邊不出鏡那個 其實我剛才說 我們正在hack 我們正在hack 我們正在說 獅姐也很糟糕 你不就說 說自己 說那些東西 說完自己 我們現在其實 你看到好三個人 其實我們是四人歸西格局 四人歸西格局 那什麼獅姐 他又怎樣呢 那他就 咦 不是喔 但今天獅姐送了一份禮物給彩來 那些東西會不會有問題 沒有關係 會不會將病毒過了下去 是不會的 是不會的 因為他為什麼呢 他本來過了教 什麼東西都清掉了 正常沒事 我們師父都知道 他有一些不等小的東西 但那些不是那麼嚴重的 跟著 即是進了門之後 還有東西跟著 是呀 還沒跟他清的 師父怎麼搞的 不是進了門包清的嗎 嘩 包清 二十多人都逐個搞 那他就可能不記得了 大家就不記得了 不記得了就清他 那他因為他有什麼呢 自己進去打坐 本來我們神辰打坐就沒事了 是不是 打坐了那麼多次都沒事 那有一次呢 他就問了師父 可不可以在家裡打坐 那當然可以 其實不用問師父 在家裡打坐 平凡人誰都可以在家裡打坐 不行的 怕他走火入魔 是嗎 這麼容易嗎 一打就走火入魔 那他為什麼會拿東西 走火入魔會怎樣 走火入魔 傻了 即是你覺得他的原恆居指 不是好像他這樣 我已經在聽 想著是說 我真的好像他這樣 又會笑 又會搏嘴 怎麼會 怎麼會 他那些是神職外制 還有說的 好啊 可以嗎 即是這樣的 我很多伙計是這樣的 你那些伙計 因為他 走火不要說 他奪 我前幾天 就跟他走去看 小白兔那個場 他回來 大腿瘀了 你經常群著我的師姐到處去 你什麼事 有幾個 還要幾個 你也相信 因為我要看 那些場地拍到車 那關他們什麼事 你就去看 那要有人開機拍照 不要我拍 不要我拍 我先說 到最後 他看過 後來回來 就告訴我 看到大腿 好像瘀了 還有走路痛 既然這樣 即是遭遇的師姐跟你說 是遭遇的 進了家裡都會遭遭 你做了 學了三年師都會遭遭遭遭 為什麼不會遭遭 即是你撞到一些 又說不會有事 會的 都會的嗎 就坐椅子 被人掃兩下 就沒事了 是 拿過之後 就發覺到他真的遭遭遭遭遭遭遭 那找師傅跟他清了 清了沒有東西 我已經整了 整了 但是 隔了第二天 回家打坐 打坐的時候 就覺得個人搖 跟手指動 他特意看著他 不要被他搖 他就覺得耳朵 有人去招他耳朵 而且搞到他整身陣 以前試過有這個狀況 沒有 是的 然後又問 左骨神經又問什麼 沒錯,是不是病,是不是要看醫生 我又問過師公 原來他說他十年前 在一間廟或者一樣東西 有個人名的 那個人名就是 師公跟你說 總之我們知道 師公感應給我 師公可以感應 有整個故事感應給你 我稍微介紹一下 你說笑感覺什麼 話說在十年前 那這個是什麼感覺 不是我 因為有一個 就直接跟師公可以感應 直接在我口裡說給我聽 即是說給你 說給我聽,我也不知道 我認不認識那個人 只會跟你吃齋那個 不過我不會 我可以要求他跟師公講一些話給我聽 可以 你記住我要這樣做 我想問問第二套 可以不可以 不是,你問這個 問自己的 你會問我師公 你會問一些關於你的東西 他一定會答你 絕對給你一個滿意的答覆 那我就在昨晚 兩點幾三點 你猜我會即時問他什麼 去考察那件事 如果我待會問高sir 五十萬他會給我 會的 然後他說 你不要傻了 不是啊 他說會的 你帶高sir去澳門 倒一次就行了 去花園就行了 三十一小時 三十一小時 三十一小時就搞定 接著 問了之後 師公就直接在口裡告訴他 他就聽到 就把他原本告訴他 就說他那時候 在廟裡找了一個 廟竹 那些什麼 但你記不記得這件事 你記不記得 因為十年前 怎麼記得 就說他做了一件事之後 可能人家開的價錢是高 或者是多 他沒有做到 沒有答應人做 那那個人就說他 你玩東西 接著就搞了一些東西 好了 那現在呢 我打算找回那個人 找回那個人 那間廟裡 說你不用找了 要找你下去看 為什麼 因為那個人已經死了 就是搞了那個人死了 那家裡放了 有兩隻鳥 那個奴縣就一直在 沒錯 有鬼有東西在 應該跟五野空靈是一樣的 那要怎樣解決 解決又怎樣呢 他走路了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那待會去吃齋的時候 跟你吃齋的時候 就問他為什麼 接著呢 我會帶他 但是你也是什麼 都是打仗 搖一下你 和耳朵吹風 都沒有什麼大不了 那有什麼 有什麼 是影響到他呢 現在 我告訴你 沒有錯 然後 我師公就問他 你是不是睡了十年 黑了十年 十年裡面 越來越黑 你很黑嗎 黑了十年 你很黑 他也是白癡的 又不代表他不黑 不用了 你說一件事 采尼在我們節目 我這麼多年 我沒有見過他 說過他粗口 但是采尼 你會不會說粗口 我告訴你 采尼沒有說過粗口 我看了很多的 我 所以每個人 其實看了節目 我明星來的 你知不知道 節目背後 每個人都替他不值 經常說他蠢 經常說他不懂 沒有人說他蠢 他簡直是白癡 怎麼會蠢呢 但是看完你蒲俠那套戲 看完他出去借票 他說這個人 我肯定他是白癡 當然不是 還不是 我本來都以為 被你感染了 以為他真的是白癡 不是 跟你做這麼多節目 你還是不出聲 都是白癡 只是一開始說了兩句 那看電影看了什麼 看電影 好笑 那天跟他去同一隊 製作隊伍開會 我進去跟別人聊幾個小時 他可以用背部 抓住全部人 在那裡玩那隻貓 玩幾個小時 不是 完全後面沒有東西 跟別人交流 好東西好東西 我以為他自己會找食 跟別人聊天 是呀 然後 這貓還沒死嗎 應該做社會 拍片 跟別人聊天 沒有的 因為其實那些動物 是那些人帶回來的 正常 應該要聊一下貓經 聊一下狗經 很多事情 他就真的 別人沒有出聲 尿他 他就真的不說 誓死不說 他要保持明星的矜持 什麼呀 人家都是明星 那些都是明星 真的呀 那顆星大不大 那顆星 都可以的 我不知道人家會不會看 我覺得差不多 差不多 差不多 即是捧起了他 差不多 回來 剛才說什麼 其實一件事 你在說那個什麼 你忘記了說什麼 你等一下要寫回那張紙 你也不記得 你裝作 神經病 神經病 我忘記了 坐來記得的 我們先考一下 等我們說什麼 你剛才那些人 以為我八千年都看完這部電影 沒錯 你說是玩貓 說是不同的 是蘇嫂 我不記得 看完電影 你覺得他怎樣 其實說真的 那些對白 他那些 我不知道他背了多久 那麼流暢的 罵人 罵三婆 他基本上 他這樣會說話 真的有火的 你記得那些對白 你記得那些對白 是嗎 可不可以說一套出來 不養就什麼氣養 要養就不要打 那個叫不記得 可不可以說一次 直播出來 要養就不要打 要打都不要那麼大力 大力都不要氣養 氣養都不要人道毀滅 人道毀滅都不要按人道 叫我媽媽來的 好 接著到你的抽 他那個抽都很長 他完成了二萬次 沒有了我不記得了 他還要拿三千元出來 請我去吃飯 我好記得 有人來拍戲 帶錢來拍戲 我覺得很興趣 不要這些 大家都是兄弟 做了一整天的 然後他們說你吃東西 我怕你都知道 製作成本這麼低 我怕你給你吃飯 他吃飯不是有挖 我給錢 我怕你給你吃飯盒 所以我才 下次就叫他吃飯盒 三千元給我就行了 OK 不要 我們自己的角度來打 今天時間就差不多了 如無意外 我想下個星期也不會有這塊牌 我希望 如果你看到還有 代表我們還沒死 可能還有一場半場定住 你沒來 還是可以給你看 但是我覺得是會有的 因為很多人是找來看的 是找來看 我每次一隻票一問 你們是不是找來看的 是這樣的 他們要找上網看 我們當自己黎明 大哥 我去到問他們什麼 就給反應我的 我OK的 我也想往自己給這件事 雖然是很辛苦 但是他們 我們就借到畫了 但是他們是第一次見我們 我覺得他們 整件事都很開心 也對我來說 戲院職員也很熟 還有難忘的 因為有時候我們早到了 我們就數過隔壁院看另一部戲 所以這期的戲 我只看到結尾 或者開頭 我們看不看整套 但是我又不捨得看過 又再給錢進去再看多一次 所以這期的戲 我只有一半 只有三分之一 其實我很多謝UA 那些職員 真的對我們好到不得了 什麼時候走到我們捉了 UA The Grand Cinema YouTube Yo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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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ema City 都是大恩大德 因為那些職員 真的已經在認得來 我們直接衝進去那裡 他的麥克風已經擺在那裡 還要笑著 對著你 我想他們自己的電影生涯 那麼久都未見過有兩條磨碌這樣寫 那倒是呀 我說明星是做不到這件事的 所以遲些我們都未必做到的 因為我們遲些都要變明星 巨星、衝出宇宙、那些 那些哈里活那些 嗯,不是啦 可以成龍嘛 打遍天人無敵手 打遍天人無敵手 成龍有沒有興趣加入我無合的組織 會 我最強的動部組織是什麼呢 有謝霆鋒 有成龍 有劉德華 有古天樂 這個就是無合最最後我想有的組織 嘩 那如果有這些呢 我可以進軍河里活的基本上是 可以的 我祝你馬到成功 是 希望在我退休之前可以做到這件事 都快樂 可以 只要你有個魄力 但你有沒有機會見到呢 有 你都有機會見到 有 合志一算之後 我告訴你沒問題的 你都ok的 因為為什麼你這樣的魄力 那沒有人做得到的 你知不知道他有個家 開車怎樣去怎樣 早上去到晚上 雖然 有人不可憐的這件事 但問題是我們自己要交給自己 他開到那個子宮下面那個有根莫嚴 子宮根莫嚴 很明顯 很明顯 足底根莫嚴 足底子宮對下根莫嚴 其實呢 我告訴你 我很自負 我可以由一隻蟻變成大笨象 講到變大笨象 但是現在認識了人歌之後 他可以由一隻蟑螂變成恐龍 我告訴你 很厲害 我可以將一個白痴變成一個正常人 所以由正常人變回白痴 那不會 好像變回白痴才厲害 我又說完最後一件事 就是說什麼 你講了很多話都是廢話 糟了 最後一件說什麼 他有什麼廢話還沒說 他都說了 你繼續提到最後一句 你說他有個白痴變成 再之前 再到底 白痴變成 再到底就是這個 沒有 根莫嚴 子宮那個根莫嚴 然後呢 他一直痛著 在喊 又發脾氣 又這樣那樣 我昨天晚上做瘋子 司機 你們坐在那裡睡覺 那我想 我不睡覺 你也是這麼痛 我睡覺 你也是這麼痛 那不如我睡覺吧 那你在無合的套氣裡面 即是他開始 已經是 他通通 要自己發自己的脾氣 又催我和我的同事不像 然後呢 我不知道你們要回去 要在那裡下去 你們走 那些 然後呢 我真的霸了你 然後我就是跟他去屈臣市 去 我教你 你買個小林退熱貼 即是貼頭的 冰震著你的腳趾功 包著他 是不是好一點 那他又好一點了 然後我有一天去藥房 聊天晚上 我問他有沒有醫治公鹽那些 他給我一盒 然後呢 他拍了一盒 不痛 他說 我們趕快去買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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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受了很多的苦 即是他在那裡唾罵 不停 喂 他有沒有買錯藥 買了子宮鹽那種 那種 子宮筋膜鹽那種 有筋膜的嗎 然後沒事了 是的 我腰子宮痛 腰筋膜的 子宮膜鹽那種 是啊 好 那現在痕痕了 痕痕了 沒有了 會不會再痕痕 現在痕痕了 好一點 這樣就難一點 好 今集時間差不多 多謝隱形嘉賓 高sir 和白痴 好 拜拜 拜拜 好